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目前在韩国最火的艺人Tex 有看过Netflix苏洛吉尤的人 应该会记得金金仰这位男生 他就是目前在韩国演艺圈最火的Tex 韩国海军特殊战队UDT富士官出身的Tex 在出演Kajasanae获得关注后 在苏洛吉尤散发的魅力 成功抓住了你观众们的心 而在生存游戏综艺PA Game 2 与身高2米21的韩国国代篮球选手哈森金的对峙 以及在琼比Boss中就女出演者的片段 非常成功抓住了男性观众们的心 也完全巩固了女性观众们的支持 最后在与Kian Prasad的旅游综艺Tagage 2 亲密温和的形象 获得了男女老少所有观众们的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对Tex的反应 如今像Tex这样的男人相当汉界 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变临灭绝了 所以才会在女超网站有那么大的反应 他不会强迫弱者站在前面 也不会张扬自己的利害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也不会流露出疲惫或不安 在关键时刻 当所有人都犹豫不决的危机时刻 他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解决问题 他绝不会夸大自己的过人之处 如果他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也会先马上承认 他不会随意批评别人 也不会随便责备别人的过错 更不会将责任推卸给别人 并且不会抱怨缺乏资源 与那些只会在镜头前表演虚假的 装模作样的人不同 非常自然 一点都不做作 本来不认识Tex 只听说是巨人嫁YouTuber之后 就因为那个去乌克兰影争议的人 所以有了偏见 对他无好感 但是看了宠笔不死后 马上入坑了 就像留言一样 他对强者很强 对弱者很弱 牺牲自我的样子 真的是很帅的一个人 男人看了也会迷上的颜值 连嫉妒他都觉得不应该 所以今天就可以对你的韩国朋友 很自然地说一下 我最近真的好喜欢Tex 你呢 你的韩国朋友一定会 哇 你连Tex都知道 我也好喜欢 或者如果韩国朋友说 Tex是谁 的话 你就可以做出这种表情 不骂脏话的鄙视他 这样你就能失去你唯一的韩国朋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